成灰心 不但没有成灰心 我死了以后将来我成佛 我第一个来对 为什么呢 他感恩 因为你这样看看的时候 我这个忍入波罗蜜的时候才修圆满 毕业了 等于说最后一次考试 考试我及格了 我没有意思好 成灰心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前身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第一个得度的乔诚如尊者 就是格力王的后生 真的 头一个 头一个学生 正阿罗汉过的 所以他能 他讲三世应苦 无论顺境逆境 佛都叫我们 用平常心来看待 在这个里面 断叹诚持 提神自习 顺境 无论顺境或逆境 我觉得今天这个谈挫折 老和尚一开场 其实替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头 因为我们过去可能都着重在逆境 那顺境的时候就容易忘记了 可是我觉得老和尚今天告诉我们 无论是顺境和逆境都要平常心去看待 你面对挫折的那个能力自然就增强了 贵则 您在立法院里面 也服务了好几年了 政治人物对于挫折会不会特别敏感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对于掌声 期待多了 也习惯了 一旦是虚声的时候 要道好声的时候 或者是落选的时候 他们的那种处境会不会更强烈 也就是说老和尚虽然告诉我们说 不管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要平常心去看待 可是对政治人物来讲 这个平常意义是不是真的很难 这个所谓上台靠机会 下台靠智慧 下台的智慧 下台的身影 走下舞台的这个身影是很重要的 其实不仅是政治人物 只是因为政治人物多半是公众人物 他们的身影大家看得到 那或者是演艺明星 歌星 影星 他们也不能担保这个日日都红 从小都红到大 从大红到老 就算到老了 他也有退休的时候 所以说当他们自己要布下这个 这个自己 事业舞台的身影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 姑且不论这个布下这个事业舞台 就是在事业舞台上 难免有一些挫折 比如说我们推动了法案 没有推动成功 我们帮忙人家助选 这个 这个没有能够成功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站在政党的立场 其次的增或减 其实都会有这个挫折 上台下野 其实也都 草野都经历过 不管是蓝或绿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其实 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挫折 都非常引以为意 然后上台的时候 就是沾沾自喜 然后不可一世 刚刚金空老师上也说过了 就是说 在顺境的时候不要贪 有时候你顺境的时候贪 就变成 马来西亚下一个逆境的开始 这是马来西亚下一个挫折的开始 这就是马来西亚下一个挫折的开始 这就是马来西亚下一个挫折的开始